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为让英哥在地弱势家庭的小朋友开心过年 英哥区区长 施明慧 代工所 社会 人文课同仁 以及建德社区发展协会的长辈 一起到新北市家福中心英哥服务处 为小朋友们送上新年祝福及鼓励 现场气氛温馨热闹 岁末年中儿少关怀不忘防疫宣导 一开场就由麦当劳姐姐带领所有的小朋友 来个洗手舞 提醒大家勤洗手 保护自己 英哥区长施明慧在农艺年前带领工作同仁 来到家福中心英哥服务处 关怀弱势家庭的小朋友 并且送上新北市的牛好日子春联 祝福每个小朋友新年快乐 此外英哥建德社区发展协会 也在理事长张敬毅的带领下 由长辈带来陶敌表演 并且教导小朋友折造型气球 呈现出亲吟共享和世代共融的和谐 再过几天就要过年 然后我们除了关怀我们辖区内的长辈 独居长者以外 我想让小朋友健康快乐和学习的成长 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打造安居乐业的一个指标 新北市家福中心社工督导 李怡冲表示 感谢英哥公所以及地方长辈 对小朋友的关怀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我们英哥服务处 大概服务三一苏地区 三百多户的家庭 那光在英哥这边就有将近一百一十户的家庭的孩子 需要来关心跟照顾 那目前当然他们都有任养人的协助跟照顾 但是其实也陆陆续续 因为其实任养人都有一些所谓更天 那还是都会有需要社会大众来关心跟他们 那其实也很感谢区长 这次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 立临我们英哥服务处 那来关心这些孩子 除了娱乐活动之外 还有小朋友最爱的麦当劳套餐 岁末年终之际 有大人送上的关怀和祝福 让每个中心的孩子们最期待春节到来 记者沈金华 吴志恒 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新北市永和福和国中 举办四轴飞行器东令营 以城市设计物联网系统 能源运输等多元化的科技学习训练课程 让学生以小组的方式共学 最后透过城国展 让他们充满学习的快乐感 飞行种子选手预备飞行器准备升空 一架架飞行器缓慢起飞 用行动代表 他们参加的福和国中 举办四轴飞行器东令营 历经三天的学习 从拍球的动作 学到牛顿运动定律的飞行原理 一步一步学起 都让学生们印象深刻 在这个小组的话 他们会产生的一个问题 进而去做一个解决跟问题的探究 我想现在的孩子 在学习的历程上面非常重要的 就是拥有这个学习的能力 跟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三天我们学到了许多新的飞行知识 譬如说作用力 地形引力以及反作用力 这就是牛顿的三大定域 比如说要利用反作用力 就是它风向下吹飞行器 就会往上飞 符合国中四轴飞行器 东令营指导老师李嘉荣表示 空拍器整合了科技科学工程 和数学等等的学科知识 透过Telerad App 培养学生程式编辑 和运用逻辑解决问题运算的思维能力 并且以同学的特质 分成六个小组共学模式 让他们接受挑战 飞机的视力有伸力 重力以及推力以及阻力 让学生能了解一下飞机的构造 那再从飞机的螺旋桨 它需要上升的伸力 就必须要靠作用力 以及反作用力 让飞机能上升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来控制飞机 以及用程式 让学生除了能有逻辑的思考 也能利用程式来做一些演算法的推演 消防表示 这一批从四周飞行器 东令营结业的同学 将鼓励他们参加 今年五月份举办的四十周年校庆 进行飞行学校梦想起飞 全校性飞行趣味竞赛 担任空拍机群飞阵列表演活动 展现他们的起飞梦想 记者林立如吴志恒新北报道 年贯将继 在国际师子会300B2区的赞助下 提供新北市弱势家庭 前往加勒福新店卖场采买年货 市长侯友宜也现身陪伴家户 推着购物车采买 另外市子会还捐助了 银法俱乐部行动车和星巴士各一辆 将巡回平溪深坑等偏远地区 来服务长辈 帮你抓啊 市长帮你抓啊 是啊 帮我抓一把啊 侯与市长陪着小朋友一起采购过年的糖果 难得能够随心所欲地拿 小朋友们显得十分开心 这是由国际师子会300B2区 总监梁金生 号召各分会的师友们响应 在市议员陈宇军的媒合和社会局的协助下 总共集资捐赠500个家户 每户3000元的加勒福礼券 共150万元 让家户能够自主地开心采买自己喜欢的年货 侯市长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 有不少基层民众的生活发生困难 能够有善心人士的善款益助 让他们能够过个好年 尤其今年在疫情的信念底下 大家经济状况 在我们的市民里面 其实大家都很辛苦的 真正的只有股票 只有房地产 看起来猛涨 真正的获益的人是非常少的 尤其在底层的所有的市民朋友 在生活上压力真的很辛苦 今天我们300B2 在一金一元的牵线底下 办了一个特别又有意义的 年后大财马 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礼件的交换的方式 买到我们需要的也可以减轻大家负担 而这次除了捐赠购物金 还响应好日子爱心大平台的号召 也捐赠了银法俱乐部行动车和星巴士各一辆 将加油市府转给偏乡地区来巡回服务 总监梁金生说 金岛尊贤和青年服务是300B2区今年的服务主轴 而这次总共募集了价值近千万元的车辆和提货券 希望能够让所有的弱势 都得到最好的关怀 我想这是一个抛砖引力的效果 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市区的私有 这样的烟疫大气的 可以说是慷慨解狼 来监证大型社福车 以及将近 总共将近1000万的社福活动 我想非常的谢谢 也非常的感谢社会局 非常谢谢家乐福 新店的一个协助 让我们这个活动可以很圆满 而受证的500家户中 有100户是亲自到卖场自由挑选年货 另外加乐福新店店还额外自证每一家户一份福袋 希望能够善尽加乐福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和关怀 而社会局副局长许秀能也表示 新北市好日子爱新大平台 从108年6月推动以来 获得社会各界响应捐赠 迄今每和食物市值和款项大约18亿元 并且有超过529万人吃受惠 记者赵世渊 新店采访报导 再带你来看 新北市土城区毗邻里里长蔡志宏 为了要避免烟地被丢入水沟 街头制宫在水沟盖下装了沙网 每个月固定清理一次 倒出来的数量超惊人的 形同大型的烟灰缸 水沟盖拿起来 数以百计的烟地从沙网中纷纷掉了出来 要问最大的烟灰缸在哪里 各个街头的水沟都是尹君子的烟灰缸 土城区毗邻里里长蔡志宏指出 尹君子乱丢烟地真的劝阻无效 尤其店家前的水沟就是有民众水手将烟地丢入其中 为了避免发臭和好清理 只好在水沟下加装沙网 杜绝烟地掉入水沟内 每一次一清理就会出现无数个烟地 令人无奈的壮观画面 架设在里内的应该有30处以上的水沟上有架设白铁网 那我们一个月会来就是分地方来收集 如果说累积起来应该是可以收集好几公斤的烟地 所以说银君子它烟地随便乱掉 造成我们一定比较麻烦 清理一定是比较麻烦 蔡志宏里长表示要提醒抽烟民众 不要水手乱丢烟地 在路口或是店面附近都装上了环保烟灰缸 但效用不大 乱丢烟地尤其往水沟里丢 就是改不了的坏习惯 里长还是只能和环保志工 为水沟盖加装沙网 银君子没办法说 制止他们到处乱丢 这样的方法至少不会让水沟里面发出恶臭 我觉得这样的方法很好 铺了一层白铁的沙网 拦截烟地 那这样子我们在清理的时候 比较好清理 也不会说让烟地掉到水沟去 那在电杆的地方 我们会架设烟地头 叫大家昏陶 卖软丹 烟地不乱丢 相信已经是宣导数年的 环境保护政策 只是宣导归宣导 现实层面 抽烟民众就是缺少了功德心 蔡志宏里长只好带领志工 用自己的方法 维护社区清洁也盼引君子 能够看见他们的用心 多一个动作 把烟地丢到垃圾桶 别再往水沟里丢了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新北市副议长陈宏元举办的 宝贝警察银很受欢迎 因为这个新北市的警犬亮相出任务 专注交办任务的神情 让大人小孩看得津津有味 毒品藏在哪里 新北市警犬们出任务 别想骗他 以为藏起来就找不到了吗 受过严格训练的警犬 当然不会被呼弄 凭着灵敏的嗅觉 找出被藏起来的毒品 警犬们第一次出席 新北市副议长陈宏元举办的 熊妈记宝贝警察营 示范执情茶器毒品的可爱模样 即刻会被他们圈粉 他找到之后 我们虚内的方式就是 盯着不动 你也不能去抓他 你也不能去装他 因为爆裂物撞了会爆炸 你就跟我讲盯着不动 就是在那边 就是在那边 所以他刚刚有没有看到他盯着不动 开演唱会啊 去查爆裂物 还有抓走私毒品 这些非常危险的任务 就是他们生的 所以我要让 所有的小朋友 就是他们 给他们鼓励 说每只警犬的粉丝都比你多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因为 动物他是最自然的 每个人都会喜爱他们 他是没有国界 他没有党派 没有颜色的 警犬们仍气旺 粉丝团追随者众多 难得有机会参加警察营队 示范勤务工作真的是头一次 让亲子们包围在身边 其实他们执勤的时候 相对需要比较安静的环境 借此机会 也让大人小孩上了一堂 警犬工作试进课 三个地方有警犬队 第一个是新北 第二个是台中 第三个是高雄的宝山 不知道人问我说 是每一个警察都有配一只警犬 没有 像我们新北市 七千多个警察 只有28只警犬 所以是很少的 新北市警察局警犬队 某某样的警犬们 执行勤务以茶器枪械 毒品和爆裂物为主 或是执行专案勤务 首次出席警察 迎对的任务 表现亮眼 尤其和林犬员互动时 磨蹭讨抹的模样 真的会被他圈粉 直呼好可爱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订阅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您的观看